HELLO 大家好我是波提江介紹的讀藍寶紅呢 今天的介紹是讀波比這個熱修之後的神 14.16B直接拿下了金色增幅勝率第一名的寶座 就應戰了我昨天講的這些專屬強化都是必學的 尤其是一費的強化能夠很好帶領你緊進前四名 因為他的遊戲節奏實在是太過優異了 像遊戲環境較多的三費陣營運陣 而你玩一費陣呢 在前期就可以給其他玩家巨大的壓力 使得他們的陣容難以成型 14.16版本加強了巫術重擊的傷害跟重擊間隔 讓這套體系一舉成為頂天立地的存在 很多人會把這套體系跟賭柔衣去做掛鉤 但他其實有個更為平滑的玩法 這次就會一一來為大家介紹 那這次的內容呢 是我和我們JC的成員小組共同製作的 他是目前的台服精英對陣容有獨到的理解 他有在經營IG圖文攻略 也有在Twitch開台可以去追蹤起來 有些人可能站起爬分不太順 那這時候就可以來輕鬆一下 玩這款免費的手遊 目前吸引了數百萬的玩家 全球下載量超過8000萬次 遊戲的畫面相當驚艷 有如在手機上玩PC遊戲一樣的高品質視覺效果 玩家們可以在遊戲中收集來自不同陣營的超過800位獨特英雄 並且還可以用各種的方式來培養和強化他們 有百萬種可能的組合方式 讓每個人的隊伍都能夠與眾不同 遊戲中還有大量強大的BOSS等著你去挑戰 每一次的戰鬥都是非常的緊張刺激 此外 Ready Shadow Legends 遊戲內容也非常的豐富 每個月都會有新英雄的加入和更新 確保遊戲不斷帶來新的挑戰 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露西亞這隻角色 她是一個攻擊型的英雄 並且帶有控場技能 烈焰劍是她的基礎攻擊技 能對單體敵人造成直接傷害 冰霜劍則是一個多段攻擊技 可以對目標和周圍的敵軍造成傷害 適合打群體的敵人 蠻目毒藥是露西亞的大招 可以對所有的敵人造成傷害 並降低敵人的速度 重點是你們看看 這個身材真的是有夠好 香到不行 如果你破關遇到困難 酒館就會是你的救星 不管是提升等級 加強技能 還是身心覺醒 都可以在這邊完成 因此善用酒館中的資源和功能 就是成功推進遊戲的重要策略 現在加入剛好可以趕上READ推出的 阿斯加德分裂活動 從8月21號到11月22號 玩家可以蒐集四位北歐神話英雄 有聖場隱身的炸欺者洛基 還有傷害非常可觀的雷神索爾 更有精靈之父奧丁 可以復活盟友並增強傷害 最後提供防禦加成的命運 編織者弗雷亞當然也是不能錯過的 在陸RAID前天即可獲得 免費的傳說英雄洛基 還有更多副本活動等整理挑戰 現在透過資訊欄的連結下載RAID 就可以免費獲得炸欺者洛基 趕快掃描我的專屬QR Code 就可以再獲得一個豪華的新手套裝 其中還包含了史詩輔助英雄塔格爾 達到15級後還可以額外獲得入門的套裝 以及另一名史詩英雄赫基 我的優下一位是BOTY波提 大家可以加一下好友 我們在戰場上見 好這套戰的一個組成就是有波比、柔衣、蛇女、 妮可、菲歐拉、瑞空、雷茲、塔莉克以及摩甘娜 基本上是六女巫三傳送 波比他的魔力值有80點 技能原本是會獲得護盾然後猛擊目標嘛 但如果你拿到巫術重擊之後 你的波比就不會再獲得護盾 而是改為攻擊目標三次造成85%的技能傷害 而三星波比的技能傷害就會是1361點 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波比呢他是能夠在短時間內 打出一個非常高額的爆發傷害 快速溶解對方的前排 甚至呢他還是一個鬥士角 所以對方的主力也很難在一夕之間就把你解決掉 而且呢他現在有一個克星還被削弱了 就是克里斯達跟劍姬的那個體系 劍姬跟狗頭都被削弱嘛 波比在對付這種單點傷害較高的角色時 是會比較難受的 但在對付雷茲啊 或是一些法系輸出的體系 就會相對也輕鬆許多 因為對方的傷害都是沒有辦法 一發的技能就直接把他解決掉 這時候他就可以配合六女巫的效果去打出真傷 並且瘋狂的回血 基本上就是一錘一個小朋友 收割殘局的能力極強 出創部分部分可以去出 嗜血血手正義加上無盡 基本上這四件呢就是挑三件去除 可以是嗜血者加上血手 然後再加上無盡 也可以是嗜血血手加上正義 基本上你有什麼裝就出什麼裝 肥油浪刀則是可以擔任我們的副C給他 竊賊夜色、血手、嗜血等等的一切 鬥士類型的裝備 而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比較多的一個魔攻裝的話 就可以去養蕾茲 蕾茲比較好的裝備就是 紅把股加上大天使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但是有一些狀況下 你還是可以去出什麼 士興神窺啊 鬼索啊 黑書啊 死帽 這一類的 法強裝 或者是說剩餘的一些 攻速類型的裝備 畢竟呢 我們的出裝順序 就是會先去優先的找出波比的三件套 然後呢可以去做一個軍等法衣 可以給到女可啊 或是說塔里克 看誰先二星就誰帶裝備 接著呢再去養複C 征服比較關鍵的就是 巫術重擊 中間自己搶 輔助魔象 女巫之吻 治放野獸 蓮花綻放 聖光重構 那其他比較通用的 你可以去拿什麼 就差你一個啊 導師啊 同拍回春 道具收藏家 藥水 進階班 聖物抉擇 還有助攻卑吻 玩之陣的先決條件呢 就是拿到巫術重擊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要有 適合波比的裝備 這種過渡的部分 前期就是不升等走連百 最大化的經濟 只抓體系內的牌 你可以先稍微留一下 波比跟柔衣 因為他會是我們的女巫體系 學校的時候 優先去拿波比的三件套 那3-1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卡4等刷牌 最好在這邊 直接去刷出三星的波比 如果張數差的比較多 沒有辦法一口氣去追到三星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刷到32塊 這樣子你就可以回春經濟 自動在3-5的時候 回春到50塊的一個經濟量 接著你在3-5的時候呢 再大抽一波 3-5呢 就是最慢要去把波比刷到三星的時間點 所以在玩這套陣容的時候 你要去稍微留意一下外面 有沒有人在賭這個阿里的體系 因為他有可能會跟你撞到體系牌嘛 但我們的優勢就在於呢 我們只需要去追出波比這張單卡三星 他是需要去追到多個三星角的 所以他的經濟量呢一定會比我們差 五等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開出四女巫二寶壘 等到波比達到三星之後 就可以一路升等 三星波比的強度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高 因為前期呢 完全沒有可以處決他的對手 那通常我們會在八等的時候去刷牌 提升一下我們版面的質量 八等的時候通常我們會先去湊出我們的六女巫 如果說沒有摩根納的話呢 你也可以先用四女巫 然後去做拼多多的一個搭配 根據你的四女巫去做延伸即可 然後你也可以去稍微用波比的羈絆 堡壘去做延伸搭配 真的不知道怎麼拼的時候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開高堡壘文獻 造價來說會比較便宜 那九等的時候呢就可以補上瑞空 陣容即可大成 接著來講到辯鎮的部分 就是這套體系啊 他有非常多種的玩法 六女巫呢他是最為平滑 造價非常的便宜 而且你基本上成型就會有一定強度的陣容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要去賭阿里的這套體系 就是我們之前有分享過說 欸可以去賭柔壘馬阿里 那他就會是四堡壘四學者 之前你玩到這一套的話 你就得還要再去額外找阿里的裝備 你基本上波比三星之後你就會一路贏 你很難去放血說 喔我還要再去找阿里的完美神裝 然後還要再去追其他更多的角色來到三星 所以基本上呢 這一套搭配就會是說 你真的莉莉亞還有柔儀真的都近很多 你才會一起去賭 順手去玩這套陣容 不然我們波比通常三星之後 就可以一直拉等了 完全不需要讓節奏 然後去追其他的角色三星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不用再去冒風險 去追其他的角色三星 你就會有一個很穩定的提升了 接著還有另一套的搭配呢 就是六堡壘 最後搭配的方式呢 就是再更加的純粹一點 由於八等的時候 你會掛到人馬這張牌 所以你九等的時候呢 就可以再補上其樂絲 去開除秘密的羈絆 拉高整體陣容的一個上限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波比的雜方 它是相當的多元的 你可以根據你的禁牌 還有裝備去做選擇 而如果你有想要提前 十五島新版本的攻略 都歡迎用少少的七屬猿 加入會員收看 像是這篇攻略呢 就有提早分享給會員們知道 最近會有很多 兩百接會員的福利 會附上更多的完整影片參考 不管你是加入哪種結界的會員 都可以再順便抽 五千點的買卡的點數 只有到月底而已 加入之後呢 就是記得去關注一下 社群的貼文 攻略都會直接統整在那邊 想要報名讚奇交水的 也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預算有限 沒關係 只能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對我來說 都是一大的鼓勵 OK 進入實戰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呢 前面三四階段 都是打了一個大連勝 總共打了八連勝 接著在4G6的時候 我還有對到九妖精 連四階段對到九妖精 都是有一戰之力的 誒 四階段要達到九妖精 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得刷到 迷利歐這張牌嘛 那對面的話呢 也是現在就算熱羞後 依然非常強勢的雷茲 因為其實雷茲他本身的傷害 是完全沒有去做調整的 那只有單純去砍三傳送的 這個傷害而已 其實並沒有到影響特別的劇烈 那可以看到呢 這邊是直接去升上了九等 補出了四寶雷的羈絆 中間大家如果有六女巫可以開 或是說六堡壘可以開 你都可以去把他 直接把羈絆給開高 那我昨天也有在看 懷疑熊的實況的時候 就有看到懷疑熊跟莫茲他們在雙排嘛 那莫茲他本身呢 就是去搭配 波比柔依還有阿里的體系 那個強度也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無數重擊的打法 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尤其是呢 他在熱羞之後 真的變得有點太過強勢了 OK對面的話呢 是玩法洛士的 法洛士 就只有砍無戀獄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玩拼多多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法洛士他本身 出耳語 原本是有BUG的 那新的版本呢 是已經修復完成 就是原本第一段的技能 是沒有辦法去吃到耳語的 一個減抗效應 那對面的話呢是賭 維加 維加也是被狂敲謀敲啊 如果說第一時間被維加對照的話 是有可能會被秒殺掉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擺位的時候 可以去直接把波比放在後面一點的位置 以防說你的波比直接暴斃 OK接著後期的話呢 你可以去稍微找一下對手的輸出位 像這邊有沒有直接一槌就直接把那個 二星有光莊的雷絲給槌爛了 就是這樣 這就是波比的強度 有點噁心 非常噁心 好 甚至現在就是這個菲歐拉 完全沒有表現的餘地 因為他現在還在一星的一個狀態而已 噢 二星了 二星也是關 OK 那菲歐拉也終於是來到二星了 不過都已經五階段了 所以前面其實就是光靠波比一個人軍隊 一個人表演 這邊對上法洛士 法洛士也是打那種技能 然後多段的傷害 所以只要不是那種持續的單點傷害 都很難去解決掉波比這隻角色 OK 這邊補上了鬼索 雷茲的話呢 鬼索雖然不是特別強的裝備 但還是能除 就是大家也不用太將就說 噢 鬼索喔 好像還好 有些人就很執著紅霸 但是其實鬼索還是一件適合雷茲的裝備 那這邊的話呢也是 雖然沒有跟對手的主C擺在頭一側 不過還是直接從左邊繞到了右邊 因為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對手完全頂不住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這一場是沒有去出到軍等法衣 或者是說 減抗類型的裝備 女巫她本身是有 就你打到6的話 她會有25%的一個額外真實傷害 這就是為什麼 波比會這麼變態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就算你沒有減抗裝 怎麼還是這麼這麼這麼的強勢 那這邊稍微換了一下百味 可以從右側切近 看有沒有機會打贏這個克里斯達 克里斯達的話 真的是比較難處理的一個陣容 其實打不贏的陣容就是像克里斯達這樣的陣 OK 我們稍微來回顧一下前面的階段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不習慣去看前面的過度 好 可以看到這場呢 就是在3-1的時候去追出了三星的波比 前面的話你都可以先用柔衣阿阿里 就是我們平常在賭阿里的那套體系 自己下去做過度 像他這場呢 柔衣就近的不是很多嘛 那莉莉亞是近的挺多的 所以他有稍微去留 莉莉亞這張牌 但他就沒有去刻意的再去追 柔衣這一些其他的體系牌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喔 3-3這邊對手的話很神的 已經召喚出了蕾絲 甚至他已經有個光裝備 但凡是遇到這種髮系的輸出 而且不是那種單點爆發非常高的 都是完全處理不了波比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版本 波比會特別嘗試的原因 因為很少有角色可以對抗他 而且熱修之後 克里斯達那套的體系強度 會再下修一點 也就加大了他的生存空間 就連這邊4-1在對上這個 三星的機器人的時候 那有沒有看到 他竟然是能過這個機器人 然後直接一路敲到後排 這個敲起來真是超療癒耶 直接敲到對方 頭破血流 推薦大家一定要去試試看這個玩法 拍起來超爽的 而且這種一費強化又無腦又簡單 你很好就能夠打到前四名了 這等於是送奔挺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耐聽收看 不要忘了使用資訊欄 和置頂留言的連結 當然也可以直接掃描我的QR Code 下載RAID 我們在床上見 掰掰掰掰